在娱乐圈里越来越多的明星因自杀或者他杀而死亡,还真是嬴政的好人不昌命坏人活千年这句话,比如王玉玲、乔仁良、李玉、陈佩军等独位明星, 这些明星都是年纪轻轻,就意外只是真是让人惋惜,而今天小编要带大家来了解的这位女星就是潘兴益, 潘兴益在2002年的时候出演了金盆世家从此走红,不少观众反映他出演的三姨太狠形象, 把剧里需要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,已经小有名气的他在接下来的几年,又出演了多部作品如《软凌玉》, 《千军一发》等多部作品,本已经要逐渐大火的潘兴益,却在2009年的某一天以外惨死在家中, 所有人都没想到本能红的八子的十丽派女星突然就离开了我们, 据潘兴益说,那天早上,当时的潘兴益眼睛不舒服,早早的起床,要去医院,家里的客厅里有一个大鱼缸,鱼缸旁边是一个坐机电话, 可能是潘兴益拿电话时碰到了鱼缸,鱼缸就打翻了玻璃,隔到了潘兴益的脖子, 当时听到潘兴益大叫一声,潘夫,跑到客厅之后潘兴益就已经躺到地上, 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已经去世了,在三天后的追悼会上潘兴益多年的同学杜传, 林香素,上学期间的好事由姚晨, 还有很多的导演和亲朋好友都来看他为他送行,当中的姚晨双眼红肿, 一路被杜传搀扶着,还在现场晕了过去, 特间两个人的关系很要好。